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有难民的船只沉没 几十人丧生 失忠六年 英国少年回家 普京和俄司会攻击不弱的国家 日本和东盟召开峰会发表联合声明 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日出紧张 大陆地方医院只发基本工资 难以为生 照片难分胜负 荷兰运动员并列第一 以下是新闻详细内容 英国和意大利自力解决难民的问题 英国首相苏拉克和意大利总领梅洛尼 将共同支出一个航母 帮助特利斯的移民返回祖国 苏拉克出席了梅洛尼的政党 在罗马组织的政治聚会 他赞扬了意大利同行强硬的移民政策 誓言阻止移民船只 抵达两国海岸的这两位政府领导人 在梅洛尼的办公室举行正式回谈 这位英国保守党的领袖 在极右翼 意大利兄弟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赞扬他们打破传统意识的意愿 苏拉克和梅洛尼 自2022年上台以来 关系很好 但他们两个人的移民政策 都受到严厉的批评 从苏拉克计划 将寻求庇护者送到非洲的狼王蛋 到梅洛尼试图限制地中海救人船的工作 并试图让阿尔巴尼亚接受难民收容 不过目前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的合作计划 已经拒浅 苏拉克赞扬了梅洛尼的训练和决心 并将他和英国的前首相 薩切尔夫人相比 他认为 解决大规模的移民问题 需要铁量自己的激进主义 苏拉克说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 非法移民的数字只会增加 这个将压倒我们的国家 和我们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的能力 与此同时 一量再有非法移民的船隻 在利比亚海域沉没 估计有超过60人死亡 国际移民组织星期六号 这艘船 从利比亚西北部的港口 祖亚拉克出发之后 在大浪中沉没 大约有60人杀中 估计已经丧生 包括腹肋和儿童 生云者说 这艘船隻 载有大约86人 大部分的死者 来自尼日尼亚 以及其他非洲国家 事故中有25人获救 已经送往利比亚的区立中心 2011年以来 利比亚的政局持续动荡 很多非法移民 以利比亚为中转站 坐船横到地东海 前往欧洲 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 已经有15000多名非法移民 在偷渡途中被接获 并送回利比亚 失踪6年 英国少年回家 英国少年Alice Petty 在星期六回到英国 李一鸣今年已经17岁的男子 失踪6年之后 在上周三 被发现在法国的西南部 星期六 他坐飞机回到英国 他回到了曼泽斯特的郊区 他的范围的身边 他说 他已经受过了其母亲 另类的生活方式 希望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2017年 李一鸣当时只有11岁的少年 和他母亲和共工 一起在西班牙度假之后失踪 由于他母亲和共工 都不是他的法定监护人 因此 怀疑这度假之命 将他劫持 这个星期 人们才知道 过去几年 他和母亲和共工 一起在一个游牧社区度过 在这个之前 他曾经跟他们 一起去莫洛国生活了几年 法国的警方说 这不是一个宗教的教派 只是具有另类生活方式的社区 法国的法工说 Petty 的公公可能在大约6个月前去世 除了 这个社区 为他举行了葬礼 据说 他妈妈 在他公公去世后 想和Petty 一起分享生活 Petty 就离开了他的母亲 上星期三 在晚上倾盘的大雨中 一名法国司机 在路边遇到了他 他正带着滑板和一个手电筒上路 Petty 告诉他 他已经走四天了 从比利牛丝沙漠 播行到图炉支 他又休息 晚上才走路 他问司机 可不可以让他在英国的妈妈发个信息 因为只有妈妈 才是他的家务人 他写道 你好 妈妈 Alex 在这里 我在法国 希望你能收到你的消息 我爱你 我想回家 但是 Petty 的妈妈现在失踪了 在英国 Petty 的妈妈正在招收调查 曼泽斯特的警方强调 他失踪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 目前还没有展开刑事的调查 普京说 讲俄罗斯会攻击北弱国家 是无溪之谈 俄罗斯总统普京圣日表示 俄罗斯无意与北弱国家开战 普京还说 美国总统拜登所谓的 如果俄罗斯在沃南获胜之后 将攻击北弱国家 完全是无溪之谈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拜登这个月较早时候警告说 如果普京赢得很战争的胜利 这样俄罗斯就将攻击北弱国家 但是 拜登并没有为他的言论提供明国的证据 普京在接受俄罗斯第一频道的采访时说 俄罗斯没有理由 也没有兴趣和北弱国家开战 无论是在地原政治方面 还是经济政治或者军事方面 都没有兴趣 普京表示 俄罗斯和北弱国家之间并没有问题 是他们人为制造了问题 他们不希望有俄罗斯这样的竞争对手 普京还在采访中警告 俄罗斯和北弱国家之间 进入北弱后会出现问题 并表示莫斯科 会在俄罗斯西北部建立一个新的军区作为回应 普京说 西方将芬兰拖入北弱 但是 我们跟芬兰究竟有什么争拗呢? 所谓的争拗 包括20世纪中叶领土争端 早已得到解决 但现在那里就会有问题了 因为我们将建立列宁格纳的军区 并部署一定数量的军事单位 日本和东盟召开峰会发表联合声明 12月17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和东盟9个成员国的领导人 在东京举行特别首落峰会 并通过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指出 我们共同追求的世界现境 是一个所有国家都能追究和平和繁荣 保障民主、法治、善政及尊重人权 和基本自由等原则的世界 这份联合声明 提出了三大支柱 第一 作为跨越代制的深连深的合作伙伴 我们将连接 并加强我们之间 以及下一代的长期信任关系 第二 作为共同创造未来经济的合作伙伴 找到解决共同货带的方法 第三 作为和平和安定的伙伴 推进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 声明还提到 确保产业供应链的安全 在电动汽车等下一代汽车产业方面 开展额等等 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入出紧张 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表示 近几个月来 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 非但也有减弱 他还警告说 更自信的中国 对亚洲的邻国 构成了真正的挑战 路透社星期日报道 小马科斯 星期六 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强调 有必要和志同独合的盟友 建立强有力的联盟 类似于菲律宾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三边合作 小马科斯在东京出席 东盟日本纪念峰会之制 发布的一份新闻稿说 恐怕我们不得不说 过去几个月或者过去几年 紧张的局势非但未有减弱 反而有所加劲 一个星期之前 马尼拉和北京 就两个船只在南中国海 争议前单附近 发生的碰撞事件 相互指责 围绕这条重要行动的主权主张 引发的紧张局势 不断升 除了菲律宾之外 东盟的成员国越南 印尼 马来西亚 和文内 亦和中国就南中国海部分的区域 有主权的争议 中国声称 对几乎整个海域拥有主权 2016年 荷兰海牙上次 众团发言表示 中国的主张并没有法律的依据 而美国就支持这项裁决 但是北京拒绝承认 小马科斯说 我们必须继续劝说和并 并继续不同的国家之间 以及所有相关人员之间的沟通 小马科斯表示 中国提出的挑战 需要新的解决方案 在藏船事件发生之后 拒失人捍卫 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权利 大陆地方医院指发基本工资 难以为生 中国大陆地方财政问题 近年人稀关注 澎湃新闻16号报道 有网友投诉说 甘肃平良市景村医院 拖险职工15个月的职合工资等问题 官方承认 医院的负债率逐年增加 因为资金的困难 工资已经推迟1个月发放 拖险15个月的职效工资 实属无奈之举 中国的职效工资 在基本工资之外 根据医院的工作成绩 计算的补贴工资 报道指出 通过官方的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映 敬村医院拖险职工资 已经有15个月没有发职合工资 临时聘用人员 每个月只有一千多元人民币的工资 你一千元使用基本生活 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这个院的院委办公室回复说 这个医院属于财政差额的部分单位 近年来 由于政策性支出增长较快 财政的补助不足 医院的负责率逐年增加 因为医院资金困难 工资推迟1个月发放 而拖欠15个月的职效工资 实属是无奈之举 最后看一条有趣的新闻 照片难定胜负荷兰选手并第一 荷兰媒体NOS 发放了一张独特的照片 显示一场滑冰比赛终点时候的情况 从照片上来看 两名荷兰选手同一时间抵达终点 难分胜负 因此 两名选手同时并列第1名 在不久前 在韩国首要举行的 短度速滑世界杯比赛 500万的成绩揭晓 结果需要一张终点的照片 但即使这张照片 也看不出任何区别 因此 这两位荷兰选手 都荣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荷兰运务员PASMA 和菲利斯珀博 兴奋地彼此拥抱 共同慶祝胜利 这场比赛的另外三名选手 都是中国的运动员 好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此为止 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